今天来分享风水 风水 今天的分享的风水比较特别一点 我们要集中的就是从现在开始 今天这个视频你们要听清楚 我相信大家如果有看这个视频 有跟着做的话 你这个新年 你这个新年我相信大家就会比较好 一定好 一定好 因为今年新年 还是在老虎年 所以很多人在讨论什么 讨论2023年的风水 可是 我要大家跟着我 因为你如果跟着 这一个我们说这个月的风水 你跟着这个月的风水你进入这个新年的时候 非常非常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每个人在这个月份要做什么大扫除吗 那要做大扫除 你们要知道怎么样做大扫除才会 确定在这个新年里面 你们的风水 旺财的位置 都非常重要 所以在这个视频中 你不管是现在看live的朋友 你是看repeat的朋友 OK 你给我支持 我教你如何得好运 好不好 所以你们一定要帮我分享 OK 这个很重要 你就算是不会做 你不做大扫除 大扫除跟你从来一世人都没有关系 就是因为可能别人做 你也要教他做啊 因为你在这个环境中 你也会收益的 所以大家不要玩玩 很多人都在听2023年的 这个兔子年的风水 可是你们却忘记 迎接新年大扫除还是在这个月老虎月 你要先把这个月搞好 这一个月你搞好该做的东西做好 全部顺的时候 OK 我们才来去迎接 整个新的一年 所以你们给我越多分享 给我越多赞 我下一个视频才来给你们讲2023年的风水 好不好 但今天我们一定要先集中一个 因为这个我 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 OK 因为我们这个风水关键 在四个位置 这四个位置 给父亲 听清楚 我们要集中的风水 在这个月里面是给父亲 给母亲 给家的孕 还有给家的财气 那家的孕好 全部人受益 如果说我们是集中家的财气 那人人也受益 那这个家 一定要集中两个 我们说家里面的菩萨 就是爸爸 还有妈妈 因为爸爸妈妈是这个家的主人 就算是现在 我爸爸妈妈是退休的 我是努力做工养家了的 那还是要给爸爸妈妈好 因为爸爸妈妈平安 我们更好出去外面发展做事做生意 对不对 我们来看留言 今天就要跟你们讲 你们要从哪里开始 OK 很重要很重要 那我要细分 要很细的分 分析出 分享出来 所以 在分享出来 我需要一张纸 在这边这样才可以画画 那我为什么用红色的纸 因为用红色的纸呢 我的镜头看的比较清楚 他比较好 不然我用白纸 我发现会蒙蒙 所以我们集中在什么 我们集中在从现在开始 杨历的 1月5号 看不到 这边 这样子 其实也不是 很清楚 杨历的1月5号 好像不可以了 这样我用黄纸 试试看 黄纸比较好 OK 就用黄色的 我们集中的是杨历的 1月5号 1月5号到 2月3号 杨历 大家记住啊 这个是集中在杨历 红纸不可以用了 红纸要作废 放一边先 OK那这个期间 我们要关注 四个位置 我们不要去想太多 其他的位置 一定先把这四个地方做好 加的中宫 中宫位 中宫位 然后 我想一下 西北位 因为西北位是钱卦 OK 然后我们来给母亲 母亲西南位 因为西南是坤卦 还有什么位 加的财位哦 财位 东南位 东南位 迅卦 OK 东南位为迅卦 然后还有一二三四吧 对 四个位置 OK 我们先集中 你们在这个期间要做家的大手除 一定要从哪里开始 你要屋子的运好 中宫要搞好 为什么 因为这个月 九子飞入 九星飞入 我们说中宫是给我们 屋子 宅运 宅运 所以如果我要家的 我要家的运好 先把你家的中宫处理好 OK中宫要处理好 怎么样处理好 你要去想 因为每个人的家都不一样 那我们先看 我画出来 从这边画可以吗 比如这个是 我的家 OK 那在屋子的这个屋图里面的交叉点 这里 就是这个家的中心点 那你找到你家的中心点 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 1月20号也好 即日也好 现在也好 先把家的中心点 跟他弄的 干干净净 而且 条件 这个位置 一定要亮 你家的中心点 一定要亮 如果你家的中心点 没有灯 完了 OK 所以大家的中心点 一定要有一盏灯 你不要问我在天花板 还是放住的 都可以 只要你家的中心点 有一盏灯 在这个月份 可以 那这个灯是不是 24小时开 不需要 有在家才开 可以 有在家就开 清楚啊 非常容易 那一定要弄干净 所以你们要去考察 在这个期间 你的中心点 有没有 墙壁 发霉 墙壁 有裂纹 若中心点 墙壁有发霉裂纹 补一补 立刻补 这个中心点 这个中心点 我现在写下来 就是给屋子的运的 你要屋子环境的运好 你先把中心点搞好 OK 大家想要屋子的运好啊 九星飞入中宫 在这个阶段 1月5号到2月3号 所以我们直接要运家的环境好 中心点先给他搞好 OK 立刻搞好 立刻明亮 立刻顺畅 立刻吉祥 估值 OK 非常非常重要 OK 那我们来说 下一个 这个很快速很简单的 非常快速非常简单的 当然如果你家的中心点有足够的位置 比如说 这个中心点刚好是我的客厅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安放一些 比如说木类的东西 木的东西 花啦 都是OK的 我们来看下一个 西北位 西北阿摩 是Northwest OK 我要先看下一个 这个是给 钱挂 因为西北的位置是钱挂 钱挂代表负 钱挂代表负 OK 这边有一颗 吉星 100吉星 100吉星也是带财的 它是很久很久未来未来未来的财星 但因为这颗财星在西北位 针对的人是父亲 所以我们要这个新年我们要家中的 长辈父亲好 你们就先把西北位 如果我的家我一个人自己住 我没有 我没有爸爸妈妈就是我一个人自己住 你就是那个 你就是那个钱挂 记住啊你是男主人 家里没有跟任何人住 你没有老婆你没有孩子 就是一个人自己一个人住 西北位一定要搞好 这个是给你自己的 大家要记住啊给自己的 那在这个地方要做什么 因为西北位钱挂是金嘛 那西北位钱挂是金 150形又是水 这个很简单 在这个地方 找到西北位的时候 放一个圆形的水晶 我们来画一下 来画一下 好 比如说这个是我家的中心点 那么我就找到说 如果说 如果说这里是窗口吧 这样子 这样子 这个是窗口 那么 我不知道每个人的屋子的雾图都有点不太一样 这边也是窗口 具体这样讲 这边是窗口 这边窗口 这边是家的大门 家的大门 这样子啊 那前面 从中心点看上去 前面这个地方呢 South 就是我们讲的 南方 那这个地方 就是什么 直接的就是西南方 South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直接看到是西 很直接的 很容易的 然后后面这个地方呢 西北 然后以下这里 因为前面这些南吗 后面这边就是北 容易对不对 我找到北了我就懂 这个地方就是东北了吗 North East 然后左边 这边就是东 然后这个位置呢 就是 东南 South East OK 非常简单嘛 所以你一定要站在你家 大家一定要站在家的中心点 OK 放在中心点找到一个方位 你画出来 但每个人的屋图都不一样 如果我们现在知道说 西北位 是给父亲的 西北位是给父亲的 那从中心点看下来 这个地方 就是给父亲的 给父亲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放一些 圆形的 圆形的水晶 我们会在这里呢 只要东西有圆的 OK 圆形的水晶 为什么圆形的水晶好 因为 圆形的水晶带有能量 那我家没有水晶啊 就一个月也可以不放水晶吗 可以 你要找圆形的 餐具 这边如果说厨房呢 你一定要想办法摆出来的东西都要多一点圆形 记住啊 多一点圆形 圆的形状在这里 给大家放多一点圆形的形状的东西 在这个西北位 等下 OK 很简单哦 从现在 1月5号到2月3号之间 这个是做给 父亲的新年 OK Round Crystal是最理想 非常简单 我们来攻击下一个 给母亲 我要母亲好 西南位 昆挂 这个是给母亲的 那这个位置啊 我们有一颗星叫六白极星 很可怜的 我跟你们讲 很可怜的 六白极星啊 他的力量已经退到 梦到哪里去了 所有的极星我们说九子星啊 一白星啊 六白星啊 八白星啊 六白星是最可怜的 因为他的力量已经退到梦不见掉了 很多人都已经忘记这个六白星了 六白已经退到 六运过了七运的 现在在八运 六运已经不见掉了 但他还是有一点力量 因为西南方的五星属土 今年 今年土 金 香生 因为六白是金嘛 六白是有得到了辅助啊 土金则香生所以六白有一点力量 在这个西南位 那西南在哪里如果我们这样画好 刚好在这里 very good 那如果我们先这样讲啊 要是我入门 我整个这个位置是家的 明堂 然后西南又刚好是在明堂的位 我妈妈说话非常有力 所以要照顾好这个地方 要照顾好这个地方怎么照顾呢 因为这边也是圆形嘛 也可以放一些圆形的东西 明堂 我们的餐桌圆形比较好 我们在餐桌这边放个圆形的 我圆形在这里餐桌 very very good OK 然后椅子圆的 也可以 那如果我没有椅子怎么办 OK 不要紧 我可以放地毯 放圆的 在这个西南位置 要圆的 总而言之 有圆的东西都好 我一般会建议大家 放一些圆形的水晶 因为 水晶带有能量 然后水晶很多人的家都会有 所以其实具体的每一户家最好就是有什么 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水晶的形状 不要执着就是一定要买圆的 你可以有圆的 你可以有尖形的 你可以有四方的 多一点都无所谓 那你有时候需要运用的时候你可以用得到 伊南位 处理干干净净 OK 因为这一边是给母亲的 打扫的干净明亮 你帮助的是父亲母亲 那父亲母亲在这个新年运好 压 一切顺 自然好 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去打理这个月的风水 迎接新年 你先搞好这四个位置 这四个位置我教给大家 你们分享出去 其他人都可以受益 你功德无量大 非常简单的 Living Room Living Room就很挑战了 如果刚好这边是餐桌 你餐桌上面 放一个圆的布 放个圆的布也可以 总而言之就是放一些圆形的东西 能够吹望这个六白级星 非常简单 OK 我们来到最后一个最重要的 人人都要的 财星 财星 财星在哪里 财星在东南 遜卦 遜卦为木 那现在这个位置 我们说是八白 安望之星 八白呀 现在是 八运 八运 你们懂多么重要吗 遜卦五星不是木 所以大家在东南位 放一盏 灯 东南方一定要亮 我们通过这个图看到什么 这里是门 这个是门 路径 这个位置 我们把它叫做 玄关 玄关位 所以大家 如果刚刚你要找出你的东南在哪里 如果刚好东南在你的门 在你的名堂 我一定要跟你说 恭喜你 但如果是房间 可是不是你用的 那就是那个房间的人受益 如果东南是你的家的名堂 你家的大门 全家人受益 这是 这是 你就在东南方 放一盏灯 在这个玄关位 象征火 木火土相生 直接吹旺 直接吹财 那你在这个期间做大扫除 把东南位 处理的最干干净净 干干净净 要多干净 你想要多干净 就多干净 OK 那我会建议给大家 在找到东南位是现在的巴运当旺之星 条件是一定要是客厅 一定要是饭桌 一定要是家的大门玄关位 如果刚好是这三个位置 我们说 Living Room 放按摩啊 写一点按摩啊 Let's say Living Room OK 是Living Room 看得到吗 那个那个那个 要推上来点 如果你的800 最当旺的星是在Living Room OK 然后第2个我们讲的是 我们吃饭的地方 Dining Area 然后如果是你家的 Main Door 这三个位 主要是要这三个位置 OK 你可以在 30万记住啊 大家记住啊 新年啊 今年之前的30万啊 30万 共5色 5色灯 在这个地方 不用共那种24小时啊 你要也可以 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一样的条件 如果你能找得到 比如说刚好在玄关 或者名堂 或者饭桌的地方 就是在一个不是人睡觉的位置 只要不是房间 简单 厨房就不要了啦 厨房就不要 一定要是名堂玄关 这个是 隐才路口 因为窗口在这里 大门在这里 这个前方就是我们人的口 OK 所以一定要在前面 东南如果在前面 所以每个人的条件都不一样 如果东南在房间 做干净是给那个房间的人受益 一定要大门 一定要名堂 我重复很多遍啊 弟弟重复 就是要大家好 新年这个阶段 你能如果可以把这四个位置做好 家运好 财家的财气好 爸爸好 妈妈好 OK 就把这四个位搞好 其他的也是要弄干净 但我们要集中就是这四个 你这四个先把它集中好先 那每个人都要发财嘛 东南位 今年这个期间 杨历现在 1月5号到2月3号之间 你会不会发财 就看你的东南位了 30晚当天 大家听清楚 30晚当天 此时供上五色灯 因为以前我们有那个习惯 30晚不关灯 30晚不关灯就是迎接我们的首页 首页 那我们现在 以前的人首页是点灯 现在的人是开着灯 我们为了环保 不要浪费电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供五色灯 你能供那个24小时的 那是非常好 但因为很多人赶着去拜年 另外一天 五色灯供那个四个钟头的也可以 两个钟头四个钟头的也可以 目前这个五色灯我们还没有为大家准备好 因为五色灯 你点的时候你还要念 一盏灯点你要念 每一盏点的时候 这个才真正的启动 不是就点的就放在那里这样 没有用了 你要 启动你的财心 你在 30晚 八百吉星在这里 处理到干干净净 用吉日也好 不用吉日也好 总要是东南味跟他弄干净 晦气有垃圾 鞋柜 肮脏的 嘟嘟掉 弄干净的在那边点五色灯 直接点五色灯 每一盏灯点的时候 念 欧玛丽佩玛丽佩 欧玛丽佩玛丽佩 五色灯 你能点长 多久了多久 但这个五色灯还要 静化 还要加持 如果可以用来供佛后 才带回去 给你们点 做事半功倍 你们知道吗 这个是最事半功倍的 我在线上看到有朋友讲 东南是near kitchen house 没有得用 但是还要做干净 就是很担心厨房 吃东南味 会放很多垃圾 什么 弄干净 在房间 Monica说在房间 那在房间的话 OK 你就是弄干净是给那个人 获利的 你们知道吧 所以东南味是主要 新年会不会发财的地方 这个不是在讲2023整个风水啊 这个是讲 这一个月期间迎接新年 因为新年还在老虎 还有没有人讲 东南在kidgen washbasin Gender刚好是在那个washbasin 那你的basin要记住啊 如果在东南味你的basin千千万万 东南 我重画 重画一张 OK 让我重画一张 如果刚刚好这样子 家的中心点 如果说这里是厨房 刚好这边是东南 OK 然后你讲北心吗 北心吧 北心是水 北心是水 第一啊碗叠啊 不要叠到30碗 OK 很要记住啊 如果是 那东南在我的厨房 东南在厨房 水盆 里面不可以有碗叠 30碗吃完 团圆饭也好 一定要洗 干干净净 一定要很干净 然后水盆对不对 东南是木吗 这个地方 若有一盏火灯 可以 你要供五色灯可以 但我觉得五色灯还是供在 明堂玄关 最理想 可是如果你想供在这里 如果可以的话 那也可以 怎么让这把火出现 厨房开着灯 我们要知道啊 如果东南在你的厨房啊 30碗厨房的灯不能关 不能够关 OK 很重要 又有另外一个了 又有另外一个来了 楼梯 OK 我们这样画 我这位不要画 Square的了 我画Rectangle的 如果说这个是家的大门 然后路径 这里是阳台 楼梯 这边是明堂 这边是明堂 这边是阳台 那阳台呢 一样相同的 东南呢 我们在指的这个地方是 所以你们要很精准 因为Rectangle就挑战了 你看 东南呢 不会是整个位 东南大概就是从这里 到这里 这样 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叫东南 打个比方啦 那这一边呢 可能是这样 这一边是南 所以我们集中东南在这个位置而已 OK 这个位置而已 希望大家看得懂 整个东南只是集中到这个位置而已 那这个地方是东南呢 一定也要有一盏灯 阳台很好 阳台可以直接放 五色灯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但我担心你阳台风吹啊 火会被吹灭 因为阳台在外嘛 这个可以 OK 但最主要就是我们说这个地方要一转灯 你要想办法 这个放在 西林的 挂在墙壁的 放在地上的 都无所谓 东南方若有灯 新年你就发大财了 直接发大财 Sotlamb can Sotlamb no problem as long as got light Sotlamb not bright enough Sotlamb not bright enough 越亮越好啦 五色灯是有佛力啊 不一样 你们可以请五色灯啊 要放五色灯 五色巨足了五行吗 五色巨足了 很强大的力量吗 每一盏灯点的时候都可以 但你家 我们要活用啊 要活用 点灯 供灯 开灯 只要是灯 都可以 这个是特别吹望财位的 当然还有人问东南 Honika问东南在房间 OK我来换一下 Let's say这样子 门在这里 打个比方东南在这里 然后房间 这样子 这个是家的大门 所以东南在这里 他的这个角头 就很重要不是整个位置啊 就是这个角头 这个角头 东南 这个角头呢 可以放一盏灯 如果我在这里开灯没有用啊 我在这边开灯没有用啊 这个灯照不到啊 照不过去啊 所以一定要什么 这边开灯没有用 所以一定要放在这一边的这个角头 如果是在房间 OK一定要在这个角头 很重要很重要 非常简单 谢谢 Peter Gregg 谢谢 Peter Gregg OK 所以 还在房间 还在房间 OK所以今天啊 很简单 很方便 教你们 这个 这四个 这四个 教大家 OK这四个简单的位置 你们一定要把它做好 你新年会不会 会不会发财 会不会家的运好 会不会爸爸妈妈开心 你就把这四个位置 做好它 然后大家在现在这个期间要做大扫除 把这个东西做好 我跟你讲就好了 这个题目今天呢 风水是因为 很多人一直在微信啊 WhatsApp 问Janice 我们帮他看风水 有些询问的 你知道吗 我说不如统一 统一今天做这个视频 让大家都可以学到 所以你们的支持 你们越支持我 我就越教大家东西分享 好不好 要谢谢大家的支持 给我个赞 然后帮我分享出去 这个视频我觉得在这个新年期间 非常有用 就四大步伐 大扫除 少掉晦气 家运 财运 爸爸好 妈妈好 全部人好 简单 OK 好了现在你们都学到 希望你们都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 下线了 OK OK 拜拜